你歡迎早上三度同過 李蘇雄最大的加稅案的 所得稅修正案 明年開始 上班做所得稅的靠杜雅的提款 每一年修理一千萬以上的 荷雅人的家中欠稅 也確定荷雅人加稅 設備性減稅的修改方用 同時蘇雄最大的加稅案 中正是過關 李蘇雄三度同過所得稅 法修正案 確定荷雅人加稅 上班做減稅的方案 根據同過的內容 荷雅人加稅的部分 年修理一千萬以上的荷雅人 所得稅率由百分之四十 提款到百分之四十五 民眾要求的標準考度 是提款到九萬 結婚的人是提款到十八萬 甚至於新種的特別考度 也增加兩萬 並且調整兩歲合約的制度 將股東配合的 可以扣的數調到百分之五十 另外經營約的營業 入稅也對百分之二 非後到百分之五 這是史上最大的一個加稅案 對於大家一直詬病的 並且民眾看來政府的荷雅 好像不讓僅僅 這一年再課一次稅嘛 而且你有錢人 他一定會想盡辦法去逃漏稅 會合理的去逃漏稅 所以你說用這種課稅的方式 你說會減少 我覺得成效不大 沒什麼差 沒什麼差 因為差一點點而已啊 就是領這樣的薪水 其實就是固定的 沒什麼民眾認為 兵服的漏差加重的問題 是出在大環境沒經濟 以及新種的結果都沒條件 但算是有數上最大加稅案 要是不可以解決 善者越善者越善者 好者越好者的問題 在內進行 早進行 早上 早出發 早上